嗚嗨喲 真好早 Sleeper是千拐 叫我哭嘻嘻茶完整 午安達北路吃飯 誰唱的抓前五個 那今天這個我來看一下今天要講什麼 好今天的回答網友的問題 然後最後我還有準備一些這個 網友常常在線上提出的一些問題 等一下順便做一下問與答 好來回答大家好不好 請問如果車要給您收的話 車主名字是我媽的名字帶哪些東西 汽車心領拍照登記書 行照出廠證備用鑰匙車主身份證印本 那那個如果說正常來講 其實如果你不是車主要代賣的話 你要到這個監理站的網站上面 下載一個委託書 好請媽媽簽一下 好不管是你媽媽親親朋友 好不管是誰請他們簽一下委託書 說因為本人不課前來 好顧委託某某某誰誰誰 來幫忙處理這個車號幾號 這個汽車的買賣事宜 好那個監理站就下載到飯本 請問小四哥二手車的貸款利率 是不是比新車高 是不過高沒有多少 你如果其實二手車是這樣 你如果車子的年份越舊的話 利息會越高 比如說假設你的車是在 五年左右的二手車 你貸款利率大概會比 這個五年以上的車大概少個 1%至2% 大概少1%至2% 我老爸Z4很多人問真的真的 真的我那個影片一上 這個訊息如雪片般飛來 甚至還有一些朋友 還透過我的車商朋友 然後再來問我說這個車有沒有要賣 那目前還沒有 那個影片裡面有講 我們車要賣就是FB一律上架之後 好不好 RAV4 2.5油店只是省到油錢優點 其他都缺點 稅金二手價車價 其實不會我跟你講 Toyota車是這樣 沒有什麼只是省到油錢 有沒有省到稅金有沒有省到 二手車價那些東西 就是你開越久 我講過不給錢都不算嫖 不賣車就不會了 你就一直給他開下去 Toyota的好處就是讓你開一輩子 沒有啦因為那個在別人頻道 我們不好意思 而且其實他要剪掉一些 他把我覺得好笑的 一兩個片段都剪掉 所以可見可能是大家的笑點不一樣 所以來小吃汽車上班有沒有 他們來上班第一個 就是要先這個了解說 老闆的笑點在哪裡 才有辦法剪片 好啦我先回問題 越來越多 等一下我準備 我有準備問題 等一下都沒講到 來有人說 為什麼少數的車商 就沒這個車 為什麼他要裝成有這個車 而且他說 其中不乏頗具規模的知名車行 這樣有卡好賺嗎 這個講過了我要講一下 因為這就是一個廣告效果 他雖然沒有跟我講是 火具規模的知名車行是哪一間 但是我大概知道 因為這個手法很久以前 我就知道有一些 真的是有一點名氣的車行 有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要的是客戶資料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店裡沒有artist 那我就看我有artist 對不對 結果你來了我就跟你講 沒有車賣掉了 那沒關係 我就留下你的資料 這樣我就得到了一個想買artist的客戶的資料 而且呢你都已經跑一趟來了 我在跟你詳細深入的聊一下 打一個阿嬤的 喔你也是台中人喔 喔你台中哪裡 喔北屯喔 我告訴你 北屯 我一個表哥住在那邊 喔我小時候都常跟他一起出去玩 你認不認識 我那個表哥 有沒有那個阿嬤的 他姓詩嘛有沒有 有沒有 你不認識是不是 沒關係 這個大家都是這個同鄉 沒關係 你要找artist是不是 我有車我在跟你講 那再來他就是出去 找這個車回來 然後call你來 因為你都已經跑一趟路來 代表什麼 你熱度很高嘛 你就是真的有想買 你才會跑一趟路來 然後他知道有客戶要找這個車 他就出去外面其他的車行啊 同行啊拍賣場找 如果最近他有遇到這個車 他就把他拉回來賣給你 喔天佑講的沒有錯齁 其實不只中華路附近賣音響的方法 很多這個在賣水貨的相機的啦 或者是在賣手機的 其實很多都會用這種方式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他的機只要 比如說 iPhone只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九 然後去了以後說 你要搭七七四十九個門號 有沒有 有沒有遇過那種的 iPhone很便宜 去了以後你要搭七七四十九個門號 你才有這個價錢 然後例如說就是這樣 KUGA ST一代跟提光280該怎麼選 價格代解僅想聽你的觀點 我的話我會選 KUGA啦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點品牌型結 我覺得說如果今天我要開一台 這樣子的休旅車 我要的是他的空間跟他開起來的感覺 可是我還要考慮到他 後續的保修的問題 然後你還要考慮到說你車要開多久 不要講歐系車 跟這個亞洲系的車款 他的差別是這樣 其實前幾年你比較不出太大的差異點 但是一旦你持有他的時間 長的時候 八年以上十年以上 那你的這個保修的差異性 難易度保修的價錢高低 妥善率的高低 那個差異性就會慢慢浮現 所以為什麼進口車 在二手車的時候 折價會比較高就是這樣 因為越老越難處理 所以我常常在講一個就是 如果今天是一個亞洲的女孩子 跟一個這個歐美的女孩子 有沒有 兩個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在二十歲的時候 看起來都差不多 問題來了 你真的齁 我跟你講 阿豬到三十歲的時候 看他好像四十歲 他後面就老很快 種得很快 有沒有 不具任何的效力 好不好 這小事個人 主觀的想法 大概是這個感覺 大概是這個感覺 家中有台尼桑 Safiro 3.5公里數三幾萬 父親年齡高了 該泡費還是要修 欸這個問題我也常回答到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說 小事哥我這車到底該不該再修 其實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如果我們沒有換車的預算 我就沒錢 修兩萬我有 阿花 九十萬買車 八十萬買車我沒有 我又需要用車的話 我也只能修了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考量到你的用車 還需不需要用車的頻率 你的需求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 那真的就報廢掉 不要再修了 很多人修車 設不出一個停損點 真的啦 要設停損點 比如說今天 我今天要這個 追這個女孩子 對不對 我一直追一直追 送花 賢花賢賈 有沒有 要去賭 阿仔 等一下 大家這樣 你要設停損點 不要傻傻的不要設停損點 追了三年追了五年 因為衝三小朋友 阿 早餵那時都吸掉了 都死光了 對不對 你要設停損點 金錢也好 時間也好 都要設停損點 好 我接下來這邊有準備一些 這個阿呆準備 我如果不用的話 浪費他的時間 準備了一些這個網友留言的問題 好不好 剛剛 比如說剛剛有那個 有人說什麼 這個現場服務人員的耐心的問題 可是 我坦白說 我有時候 我真的不太希望 在直播裡面 去講客人怎麼樣 因為畢竟我們是服務業 那像今天其實在YouTube的 欸 哪一天的影片吧 又一個人留言說 他來到小獅汽車的現場 然後都沒有人搭理 阿什麼 數值很差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那有時候是這樣 我覺得 像我們有時候去7-11 進去對不對 你就知道那個7-11裡面的那個店員 很辛苦嘛 他可能一個人晚班 他還要在那邊排貨 點貨 他可能不在櫃台 那有些人 他拿的東西 他就很不耐煩 他在櫃台 他就很急 你有沒有曾經 你在7-11付帳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人 拿的東西在那邊 噢 噢 噢 有沒有 你要去7-11要付個電話費 還是你要取個貨 你要幹嘛 然後後面那個人就 不知道 他好像 他家裡的 他家裡的人要死了 這樣有沒有 他很急的 他這罐飲料已經要趕六錢 回去見他爸最後一面 還是怎樣 我不曉得 或者是進去 那看到這個 櫃台沒有人 就在那 噢 你那都沒有人要收錢 是不是 遇到很多 有時候我們進去 像我們自己去7-11 你就知道那店員都很可憐 很辛苦 那個一個人要做好多事情 好 我們就有點耐心 人家就說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好沒關係 你慢慢來 對不對 你等人家一下 你是會死掉是不是 啊一樣啦 我講實在 我們不是要編客人 你進來 沒有人搭理你 沒有人發現到你 注意到你 我們很不好意思 可是 有時候 可能真的大家正在忙 那但是其實上面有時候 為什麼我都不去回那個 YouTube裡面的留言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有來過 還是說 你只是一個 想要來我這邊 刷一點存在感的人 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曉得 可是 我們改進 我們改進 下次多注意一下 要搭理你一下 因為我們遇過我的客人 走進來有沒有 不好意思 你好 你要看什麼車 逛一下 然後就自己一直走進去 不知道要走去哪裡 有時候 對啦 反正服務業 反正怎麼樣的人都有 當然客氣的是多的 那我坦白話講 其實我常有一些話 我都覺得說 我如果我今天 我一個月要服務 一百個客人 兩百個客人 那只有你反應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可能要考慮一下 也許不是我的問題 我會這樣覺得 對不對 當然我們要改進 我覺得一有人說 我就馬上會交代下面說 有人說 你們沒有搭理人家 你們要注意 下次要注意 但是今天 如果一百個客人 兩百個客人裡面 只有你這樣說的話 有時候我可能 我要斟酌一下 我總不可能 隨便因為 網路上一個人留言 然後我就 媽幹翻全店的人一遍 對不對 不可能嘛 媽那我幹不完了 那我很累 你知道嗎 我如果要看到一個留言 對不對 你如果路邊一個狗叫你兩聲 你心情就不好一整天 那你很累 沒有 我不是要這個 邊客人或什麼 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服務業 大家有時候是互相的 有時候 人們都忽略一點 你覺得別人 對你態度很差 有時候 也許是因為 你的態度也沒有多好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 真的啦 人都是互相的 人是互相的 我相信 線上也不乏 有什麼同業的 服務業的人 在這個線上在看 我相信你們也會有同感 偶爾你就是會遇到這樣的人 那沒有辦法 我也都過小的 真的 我也都過小的 真的來就是 不知道在創三小朋友 他就 大概 全店的車都看過一遍了 沒有一台他喜歡的 那每一台都要做看看 每一台都要開看看 我們也遇過這個人 我們還是得 我們還是得好好的服務他 我不能把他趕走啊 你知道有些客人 那個講話 從鼻子講出來 我都想把他趕走 我也不能趕 我怎麼趕 我只能在門口之後 做一根紅桿子 對不對 我只能在門口做一根紅桿子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不會啦 反正就是 大家服務業互相體諒一下 其實店裡面的人 真的都 我坦白說都 吹得滿緊繃的 真的吹得滿緊繃的 就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 真的大家都是很辛苦 可是身為服務業也沒辦法 你就是賺錢 就是賺這個錢啊 對不對 我們就是在賺這個錢 我們就是在 所以很多車主 他為什麼我叫他去自售他都不要 他說我自售 我還要服務那些來看車的人 我神經病 我怎麼賣我都是賠錢 我何必咧 我花這個時間 然後陪他在那邊試車弄完 說我回去拔筊 我回去問老婆 有的沒的 我實在沒那個時間 小四哥我知道你要賺錢 就照你說的賣你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在 做這些服務 賺這些錢 其實就是這樣 Z4賣多少 要賣會上架啦 37萬真的估很高 這是人家在說那個Z4的 其實我覺得車子有個行情 有時候我看到很多 YouTube底下留言很好笑 就是有時候你覺得沒有那個價值 不代表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樣 某些東西在某些人的眼中 是有這個價值 但是也許世界比你想像中的還要遼闊 好不好 這車買了會被套 Z4有人留言啊 說這車買了會被套 20萬都不值 我跟你講喔 講20萬都不值的人 你簽10台來 我每一台都30萬跟你買 一台讓你賺10萬 你簽10台來 你就可以賺100萬 好不好 因為老話一句 價值真的不是你訂出來的 是市場訂出來的 不管買車賣車 只要有預約 大家服務都超好 去了兩次柯P小師都超和善科技加油 謝謝感恩 那代表我跟你講 這個應該叫陳佑騰對不對 你來了兩次柯P小師都很和善科技 代表什麼 你也是好人 對不對 你人也好嘛 所以我們對你才會好嘛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你如果是雞巴人 對不對 又有的人你可能就說 喔幹小師汽車媽服務很爛 叫一台 有沒有 小師汽車媽看到我都不搭理我 都叫一台 你可能留言就不是這樣了 那代表你是好人 好不好 你一定是好人 進櫃店沒人搭理 相當有禮貌 然後我沒有回他 他就說 店家帳號不敢直接出來面對 只有你們這些奇怪帳號護航 如果你們存護航 那你們的人生就只是幫人抬轎很笨耶 只有一位先生疑似客人分享經驗 那頻道主根本不管留言 還是水準真的就這樣 小師汽車頻道是一言堂 給小師汽車頻道 客人留言並非全是酸民 但真的整個與櫃店接觸的過程並非愉快 如果對於實際走進櫃店的客人都如此 那真的還像開家店嗎 不理人答非所問 而頻道主給的態度也很明顯了 這個留言就是想讓一些不是護航的人看清楚的 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 我是覺得不要回他就好了 因為越回他他可能會越 越嗨好不好 那這個我在此 對於這個 人質的這個 抱歉 跟您致歉 那這個我們沒有緣分 好不好 因為車行也很多 不一定要來我們這間買 好不好 在這邊跟您這個致歉一下 致歉一下 不搭理你是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搭理 因為為什麼不回你的留言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就已經錯了 對不對 我們就做錯事情 對我們沒有那個臉在跟您留言 我也只能跟你道歉而已 好不好 沒有啦 其實服務業有時候真的也有可能會突出 我講認真的 也有可能會突出 其實就沒有緣分而已 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就是 比如說胡鬚章他有價目標 然後他吃完了 他才靠腰說胡鬚章好貴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會這樣子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選擇 我覺得服務業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不能很很直接的了當去挑客人 那有時候我覺得就緣分 他就沒有緣分 就有緣就交朋友 零售業不是服務業 沒有啦 我們是服務業 不會啦 這個東西就 那個 也許我們是真的沒有人發現他也有可能 像泰山那種存在感比較低 他走進去便利商店 電動門不會開 對不對 也是有可能 不強求 每個客人都是好客人 對啊 每個客人都是好客人 對不強求 就沒有緣分而已 因為我們的疏忽 造成這個本來有一個大戶來我們店裡 他可能想要說 這一台這一台 那一台三台都把它打包起來 他可能打算在我們這邊花很多錢 結果 因為我們店內人員疏忽 沒有搭理到他 沒有發現到他 沒有發現到他 以至於造成 必電蒙受無比的這個損失 少做到這一單大單 叫孤單 呵呵呵 就是因為服務人員沒有發現他 沒有發現到他 讓我少賺好幾百萬 我真的是覺得 非常的後悔莫及 早知道我應該要對於店內人員的 那個專業訓練 服務訓練的素養應該要再 再提升 好 再次的提升 小師哥贊成購買外匯車嗎 其實我不太贊成 因為我有吃過虧 就是有遇到說 他原廠有招回的時候 原廠有招回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現在有一點 針對外匯車開刀 就是如果原廠有什麼要招回的東西 他根本就不理你 我上次有一次 他有招回那個安全氣囊 賓士啊 然後我想要自己花錢說 那好 你既然說我們水貨是沒有 在你招回的範圍裡面 那OK 因為客人跟我們買了嗎 那我自費 我自費更換安全氣囊這些東西 招回的東西 那我跟你原廠定 不好意思 他說也不行 他就是直接就是不甩你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對於外匯車 其實就覺得說 有時候你雖然你好像 買到差價買到便宜 可是有時候是不是說 萬一 遇到一些類似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解決 那雖然我之前我上節目有說過 像有些外匯車有一些 所謂的保固險 零件險 那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好保固險零件險的內容 有沒有包含我說的安全氣囊 如果原廠有招回 然後因為你是水貨外匯車 結果你沒有辦法招回的時候 請問這個保固險這個零件險 有沒有辦法幫你賠償 好啊我我記憶當中是沒有的 所以這樣子其實我覺得就有一點吃虧了啦 你當初可能買了一個 外匯車便宜的 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也好 但是萬萬一遇到了一些 不在他保固範圍的 或者是外廠沒有辦法處理 你需要原廠來幫你定料處理的時候 那原廠如果不想要提供這個資源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辦 那很多都會說全球保修啊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接下來就是想要行文到德國啊 想要行文到德國去了解看看要怎麼處理啊 這個其實就前一陣子的事而已沒有很久 所以我們就打算要行文到德國 問看看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連要花錢更新都不行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全球保固有時候可能也許只是一個 幌子而已也不一定 目前是還沒解決 一切都還在處理當中 好不好 我都在幫大家以身釋法 不是啊 當這個 白老鼠 之前行文到德國都被擦德列為黑名單 有處理後續會再說一下 會啊 會再說一下啊 因為其實自從我發生這個事情以後 我對於外匯車我就有點感冒了 所以其實就會發現 我就不太進外匯車了 你如果說舊一點就算了啦 可能車已經十年以上那就算了 可是有時候車在十年以內的時候 其實還不算舊嘛 都找過了啦 我跟你講 賓士的台灣的每一個經銷商 兩三個都找過了 再不然去原廠買二手 外面二手上的黑金太多 沒有啦 這個外面現在也是有好的 還是蠻多的 我覺得有一些同業也是蠻認真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買車 為什麼你看那麼多的車行 都可以 就是開的還不錯 不太會倒 其實每一個人的個性 都有他的同溫層 對不對 每一種做生意的態度跟方式 都會遇到他跟他頻率磁場相近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大家做生意的方式不一樣 也有些人搞不好看到我就媽的 想吐口水啊 有沒有可能應該有吧 對不對 好 那他自然他就不會來找我買 他搞不好到別家的時候 他覺得哇 服務超棒 我一進去每個人對我都超熱情的 對不對 那他就跟他買了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做生意本來就是每個人的 鬼靠都不一樣 一定會有合的啦 真的啦 什麼樣的這個客群 都會有相應 就跟網紅一樣 我今天才跟我老婆討論 我說現在隨便 路上走路都會踢到網紅 這樣網紅很多 對不對大家都網紅 隨便IG都嗎 幾萬訂閱十幾萬二十萬 有的沒有的追蹤 問題來了 那 他們就是會有他的同溫層 就是我 就是會有喜歡你的人 跟討厭你的人 這邊就是會有喜歡你的人 跟討厭你的 其實不是一樣意思嗎 對不對 欸 幹 我要下班了啦 10點多了 減肥了啦 好不好 晚安啦 晚安啦 不要一直講食物的名稱 好不好 我剛剛講到胡鬚髒 我肚子就有點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 好 晚安啦 大家晚安